这是一群牛的不能再牛的王牌组合 不仅有在太平洋岛屿上 将日本老打得满地爪牙的美二十五师 更有号称一百六十年未尝一败的大王牌 美其一师 以及南军师与加拿大旅 一直要炮灰有炮灰 要火力有火力的强强联合 竟然被一个连七十余名勇士 在一个不适合打足机的小山包上 挡住了整整一天 这一展 志愿军的战士们 不仅让他们领教了什么叫壮士断腕的 战斗意志 更让他们见识什么叫万物皆兵的巅峰战术 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战斗 又有多惨烈呢 一招开闸放水 又是如何让这群大王牌 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六十三军一八八十五六四团二营的五连 是如何打出这场不可思议的奇迹之战吧 制作视频不容易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最大动力 请长按点赞并关注支持下 我在这里先谢谢各位朋友了 前面我们讲到 六月十号不可一世的老美 从六十三军与十五军的结合部突破后 六十三军的一八七师 一八八师与十五军 全部收缩到了最后的防线 再退就是不到三公里的大本营 既然无路可退 那就破釜沉舟 当急不可耐的美第一军军长 自信满满的安排一支装甲车队 挥尸北进 企图快速打通最后的三公里时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突然 右前方传来一声惊天的巨响后 一条水龙奔流而出 排山倒海的洪水 如一群脱缰的野马 直扑公路上的车队 原本高速前行的坦克 遇到突如其来的洪水后 瞬间压火陷入了进退两难之地 后方的车队 吓得全部退了回去 原本预计一个小时就能到达的路程 一下子就陷入了无期 急得美一军军长 尼尔本再次放出了大招 一场丧心病狂的轰炸正式打响 很快 大海的航母上 直接升空八架第26 炮兵方面 更是击掉了两个重炮群 四十余门大口径的榴弹炮 一次排开 双重火力 同时锁定了这座 仅有两百余米高的孤山 范富里特弹药两再次疯狂上演 小小的内外加山 瞬间就被炮火笼罩 重型炮弹激起的硝烟与黑土 如恶浪般的 一层一层向外翻滚 那种泛着金光的焰火中 不停地飞出大块的弹片 山顶被削了一层又一层 满山的岩石全都变成了碎石 而山头上的七十余勇士 只能在防炮攻势中躲避炮火 巨大的冲击力将他们震得头晕目眩 有几名战士牙齿都被震掉了 半个小时后 地震终于结束了 当一个连的美军向山头发起进攻时 废墟里突然冒出一群勇士 瞬间就将他们打得落花流水 当然 美军还是那套武力之拉满的打法 炮火覆盖 士兵冲锋 士兵冲锋 炮火覆盖 周而复始的多次进攻无果后 丧心病狂的老美 直接在这里投下了数枚凝固汽油弹 一时间 整个山头上只听见飞机的呼啸声 炮弹的爆炸声 与人烧弹的烈焰声 战士们感受到的只有炙热的气浪 与泥土拍打在脸上的刺痛 眼前除了一个个还在冒着火苗的弹坑 就是乌黑的硝烟 但他们无一人退缩 始终坚守在山头 坚守着自己的阵地 手榴弹扔光了就用步枪 子弹打光了就从敌人那里捡 就是打光了弹药 也用石头砸 中午时分 团部与他们接通最后一次电话后 再也得不到任何的消息 但山头上激烈的枪声 一直持续到爆满 也许我们无从了解 也难以想象 在能铲平山头的弹影下 山头上的勇士们 是用怎样的意志坚守阵地的 更不知道 美军这天投下了多少吨炮弹 只知道 半个世纪之后 这里还有一片光秃秃的布毛之地 没有壮士断腕 哪得涅槃重生 也正是他们的壮举 为主力的转移 赢得了一天宝贵的时间 而此时 第八级团军司令 范弗里特的另一只杀手锏 也在向铁园逼近 而且自信满满的他 还在筹备占领铁园的记者招待会 那么 这究竟是一只怎样的杀手锏呢 无兵可派的63军 又组织了一场怎样的巅峰反击呢 请看下集 内外加山之战三 手无可守 无虽在手